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趁着红军妈妈今天刚好坐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准备好的一张图档就拿来用了 原来在我们的咖窝当中有两个鳍穴 一个叫做腰移穴 一个叫做腰眼穴 在这个咖窝上中 据说这两个鳍穴对改善腰痛有很大的帮众 我找到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请注意这两个穴位都是往上连到 一二三腰椎的 一二三腰椎下 这些神经如果通了 当然就跟它会产生联动 好 接着我们看 在实物上就是这个点 来 靠内侧的是腰移穴 靠外侧的是腰眼穴 腰移穴 腰眼穴 如果是帮人家按摩的话 你看到吗 就是在它咖窝上面这两个点 你也可以两边一起按 靠里面的腰眼两个 靠外面的腰移两个 这样子越来越一直推一直推 它慢慢的它上游的神经就会越来越痛了 这就是腰移穴跟腰眼穴 这两个齐穴之所以能够改善腰神经 改善腰痛的原因 刚刚说的腰眼腰移穴 看到吗 现在就示范了 把手放进刚刚那个腰窝那边 你可以跟着去滚动 或者做屈伸腿之类的动作 平直觉在做 它就会改善到你整个的腰椎的结构 甚至改善腰神经 那个腰神经如果慢慢通了 它就有能力去驱动整个下肢的 各种屈伸的动作 包括外展跟内收等等 了解意思吗 就是要把这个长脂关节看得懂吗 看一下我自己的手 这个叫做长脂关节 用长脂关节放在 来手拿出来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长脂关节来 看看刚刚的腰眼跟腰移两个穴 好然后跟着做动作 这样子你的腰椎就会很快就松掉了 突然的话你看看 如果站着这样子做也很好 手按的位置其实也正好就是腰眼的位置 也就在卡窝 那个卡窝的位置 往前顶 然后腰也顺势的来回 这样就可以改善腰椎哦 大家加油 谢谢哦